大家好 下午2点10分啊 哎呀 有一首歌哈 叫什么啊这 阿里巴巴吧 是吧 热情的沙漠是吗 阿里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是吧 哦哦 是吧 我们小时候这首歌哈 这个阿里集团 阿里巴巴集团哈 经常占据着媒体的 是吧 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啊 这两天 阿里巴巴 马云的阿里巴巴啊 又出事了 现在据听说 这个负责阿里的大文娱 文化娱乐这个板块的一个公关总监 跳楼自杀了 但是阿里巴巴内部人说 说是意外申故 意外 反正不是一个正常死亡啊 据说啊 这个这个人叫张威啊 龚长张 这个威武的威 威力的威 张威在住处不幸意外申故 这个2月22日曾有传闻称 张威从位于北京望京的阿里巴巴总部跳楼身亡 他们也死在家里啊 他在阿里巴巴总部 望京好像有一栋楼 是那个潘石屹那个吗 那个望京SOHO吗 我现在不确定啊 好像不是 好像阿里巴巴单独有一栋 就叫阿里大厦吧 然后 那边叫大望京商务区啊 有什么钻石灯笼 是中国保利集团的 还有这个也是一个大房地产商绿地上海绿地的绿地大厦 反正一堆啊 一堆大厦啊 离我住的家 离我在望京的家非常近啊 这个但是传闻啊 说他从位于望京的阿里巴巴总部跳楼身亡了 他家人表示对不实言论极度痛心啊 我们违怨他 我们只希望他走得宁静平和啊 张薇的生前同事称他在工作中勤奋上进 生活中善良阳光热心助人啊 我们会和相关朋友一起尽力做好善后事项啊 不管是这大公司的高管还是政府的官员 反正当每一个人他选择了自杀的时候 跳楼啊 服毒啊 跳河啊 都值得悲伤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死亡 因为生命是不可逆的 但是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 是吧 这前一段的那个我也做过节目的那个 那个那个老家是河南的 好像成都大学吧 不是四川大学吧 成都大学的党委书记叫毛洪涛吧 死了 然后这个 河北省廊房市旅游局的局长还是副局长啊 应该是偷情 被人老公堵住之后跳楼死了 然后 这个司法部司法部一个六零后的女性的政治部主任 从陕西过来的也也死了 也跳楼吧 从司法部跳楼啊 很多最近官员也不少 高管去年在那个CBD大王路吧 万达中心那个大厦里边跳下来的 也是一个大公司的副总裁之类的啊 越是有成就的 越是有职务的 越是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 可能他们内心的压力啊 他们的扭曲啊 可能那种无形的压力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类似我这种 卖大米的批发粮食的人 可能理解不了 是吧 我也曾经做节目劝过很多人 我说那些包括焦虑症 包括抑郁症 想不开的 心眼窄的 是吧 中国人不常说吗 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你只要活着 你一切都有机会 对吧 除非说 你在战争中被枪炮 瞬间得去了生命 或者你在这个 铁达尼号啊 泰坦尼克号上 遇见冰山了啊 现在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文章 有人说那是被人设计的 说本来 那是一次谋杀 说船上有几个犹太人 好像是非常重要的人 那其他的一两千人就陪葬了 是吧 除非是人力不可控 就有一个外星球 有一个 有一个行星 类似地球 撞上地球了 全人类 啊 毁灭了 那是没办法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生活呀 打一比方 我们每天吃碗炸浆面 是吧 吃个鱼香肉丝 精酱肉丝 吃个炉煮火烧 是吧 来个新疆拉条子 羊肉串 是吧 对我来说都很快乐的呀 是吧 今天比如说我挣了500 挣了3000 是吧 我又买了两本 比如说我这些书 好看的书 是吧 这个天好 遛遛狗 天不好 在屋里边 是吧 这这都是很快乐的呀 随遇而安呀 知足常乐呀 小夫妻安呀 为什么 是吧 都这么高的职务了 都公关总监了 阿里巴巴集团的 不明白 是吧 这个人啊 他的家人也发了一个文告啊 这个资料显示这个叫张薇的应该是个男性吧 15年1月入职阿里巴巴集团 时间不长啊 那到最近这不才6年吗 其后很快得到晋升 啊 曾作为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 也就是阿里大文娱的新闻发言人多次多月发声啊 2020年6月18号 阿里文娱这个曾发布员工信宣布组织再升级 刚履新 刚刚就职两年的阿里文娱的CTO CTO什么意思 是这个首席科技官吗 Chie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是吗 不懂 这个O肯定不对 是吧 兼优酷的COO COO这个O是什么意思 不懂 庄卓然啊 调任非诸总裁 支援本地生活板块 新任命李杰为阿里影业总裁 任命代委花名元宝为文娱COO 然后此外啊 阿里副总裁叫范池 调入阿里文娱 负责OTT和体育业务 对于阿里大文娱高管的 层的再一次换写 去年6月啊 张威曾表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再正常不过的轮岗 并未透露更多信息 2021年1月5日 阿里旗下的虾米音乐的官宣 将永久关停 引发在线音乐用户的大规模的惋惜 但阿里今年2月公布的最新财务报表财报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数据媒体及娱乐业务 也就是阿里大文娱营收营业收入啊 达到80.79亿元 同比增长了1% 整体占比达到4% 运营亏损额大幅收窄 那还是亏损 但是亏损在减少当中啊 这有一个截图啊 这有一个截图 这个截图说 张威是从望京阿里大厦的楼顶跳的 这听说张威老师自杀了 有人说嗯 是跳楼 就是在望京 那个 具体哪个楼不知道啊 还有的说在家里跳的 他最后一条朋友圈 停留在2月1日 内容是最优酷剧集的推荐 他写到 即巡回检察官 上扬父后 老戏骨于和伟 于和伟好像演过刘备 新版三国演义的刘备啊 在觉醒年代再度上线 当之无愧的好剧 他的朋友圈都是跟工作有关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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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去年5月一个叫王兴的人说 在犯否上说 说阿里放弃大文娱已经是一件可以倒计时的事情了 这个阿里的PR团队比较强势 PR就是公关 Public Relations啊 近年来出过N次跟媒体圈互撕的情况 所以在圈子里的风评比较微妙 这个张威啊 这个14年进入阿里 刚才说是15年啊 到底1415年 我看一眼啊 这上面说15年1月啊 说很快从P7晋升到P9 随后张威哈 就活着说还回复过王兴 说美团不开茶馆 真是可惜了一把手 单口相声的表演癖好 他家里说是在住处死的 意外深故 到底怎么样不知道 想不开啊 是吧 这个活着多好啊 是吧 我们就活一次 还不多活两年 像他们都不缺钱啊 是吧 他月薪年薪分红股票奖金 是吧 他完全可以激流勇退吧 这个人可能没我这么大岁数吧 估计不到50岁 40多岁可以退休了 我就40多岁退休了 我哥哥40就退休了 我哥哥在家待了20年了 他不是在家 他把他自己的门脸房租出去 啊 原来开饭馆租出去 只相当于原来三分之一的收入 跑到顺义 弄了十亩地的大院子 对吧 养马养狗 养兔子 鸡鸭额兔 鸽子 再挖了个鱼塘 不对外营业 就是玩 是吧 我也我也退下来四年多了 对不对 我退下来肯定有损失啊 对不对 我的钱肯定少挣了 但是 这东西 有头吗 有边吗 是吧 人要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该拐弯 什么时候该停止 什么时候该退休 是吧 急流勇退呗 像这样的人肯定也是个普通人 老百姓家的孩子 你还想发大财 大富大贵 对吧 想不开啊 任何人自杀我都不推崇 一点都没必要 是不是 好吧 朋友们啊 谢谢了